在一年一度的美式足球超级杯开始之前 一场呆萌可爱的狗狗超级杯 要先为大家进行赛前暖身 活泼可爱的模样 迷倒一票球迷 赛后也全数获得领养 帮他们找到新家人 上寸下跳东奔西跑 16只来自全国各地收容所的可爱毛小孩 在迷你球场上进行一场狗狗超级杯 为美国即将到来的美式足球超级杯进行暖身 毛小孩们分成Ruff队和Fluff队 并由资深主持人沙赫娜担任裁判 和正式的美式足球得分规则相同 只要将玩具球送到底线区就达证得分 为了让狗狗进入状况 裁判还身兼心领导师到任务 鼓励安抚样样来 最后真的有小狗成功叼着玩具 冲进达证区得分 画面相当可爱 今年受疫情影响 超级杯的规模因此缩减 比赛场地坦帕湾 詹姆斯球场的容纳人数 限制在两万两千人 是过往的三分之一 无法到场观赛的民众 也能收看网路跟电视转播 可喜的是16只原本住在动物流浪之家的狗狗 在球场上卖萌融化现场球迷 已经全数获得领养 找到新主人